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Cat 上海疫情爆發後 當局宣布變相方程 引起市民怨聲再度 近日一段上海市民 與疾控中心專家的對話錄音流出 這名疾控中心專家披露了當局的防疫內情 事件披露後 當局下發了封喉令 4月2日上海市浦東新區衛健委發布了 關於市民投訴健康雲檢測結果有誤的情況說明 官方說 4月2日網絡上傳播的 上海市民與疾控中心對話錄音中 市民投訴表示 自己在健康雲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 但之後接到疾控中心流條電話 稱檢測結果為陽性 需要配合流行病學調查 衛健委稱相關情況正在調查中 上海健康雲App 是上海市衛健委和萬達信息推出的一個面向市民 醫生、醫療機構、政府部門的醫療服務型平台 有部分市民反映健康雲顯示的核酸檢測結果不準確 官方會根據需要要求疾控中心通知患者為陽性 近日在一段網絡傳播的上海市民與疾控中心對話錄音中 一位上海市民告訴上海疾控中心 這位市民的父親作為密集接觸者在隔離酒店做隔離 3月25日和27日曾經做過兩次核酸 3月28日健康雲顯示是陰性的 但是3月30日這位市民收到疾控中心的電話通知 被告知父親是陽性準備轉移到臨時醫院 這位市民表示不滿 說不知道哪一個官方機構檢測是準確的 對於這位市民的不滿 上海市疾控中心的一位專家無奈感回應說 我們一天到晚要接幾百個抱怨投訴的電話 我們只是負責流行病調查 我們都解決不了些什麼 這位專家提到 告訴你一個事實 是現在在上海醫院病床很緊張 隔離點沒有房間 120沒有車 市民表示很無奈 現在連微博都關閉評論了 我們老百姓都沒有地方申訴了 專家說 現在完全將上海之前樹立的形象全部都破壞了 我身為一個專業人員 一開始就提出建議 只要是輕症狀 無症狀的患者 就不要將人帶走 就這樣居家隔離 我都提過N次了 提案提了好幾次 有人聽嗎? 沒有 這位專家披露 採揚陰性是你們在健康雲上看到的 健康雲顯示的陰性是不能夠看的 陽性都是我們疾控中心通知的 不是你們在健康雲上看出來的 市民回應 那老百姓看到的全部都是假的 專家回答說 是的 專家又說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消息之後 真是覺得不可思議 我是說 領導叫人告訴別人是陰性的 然後又叫我打電話告訴別人是陽性的 要不就不要出報告 等待檢查 我覺得有沒有搞錯 這位專家很絕望地表示 我們專業人員都快累死了 快被迫到瘋了 現在這個疫情已經變成了政治性疾病 消耗那麼多人力、物力、財力 來解決這個類似流感的疾病 大家看看現在哪個國家是這樣的防疫的 市民回應 我覺得你說的都對 但是現在反映的都是老百姓的聲音 如果這種情況下還有所謂問責的 我覺得這個政府或這個國家都搞不定了 就在上面的錄音流出沒多久 上海科普作協的科普作家 汪吉電話採訪了上海浦東疾控中心的朱衛平醫生 朱衛平醫生提到 從他們一天要接幾十個電話 有800多條資訊的一個實際情況反映到 現在整個上海醫療資源處於一個劑堤的狀態 因為之前有一堆無症狀的感染者 收了入臨時醫院 現在又出不來 所以現在臨時醫院比較緊缺 朱衛平醫生說 根據我們目前調查的有限數據 就說浦東地區了 我不覺得現在的疫情比流感更嚴重 實際上 上海感染Omicron的危重症狀患者很少 在上海市浦東新區維健委 4月2日發布 關於市民投訴健康雲檢測結果 有誤的情況說明之後不久 上海疾控中心發布了一則通知 疑似對各區疾控中心 以及相關部門人員攝合疫情的言論下達了一封口令 4月1日 中共衛健委疾控局副局長雷正龍在新聞發表會上介紹 中國疫情波及29個省呈現出點多面廣頻發的特點 上海市疫情正處於快速上升階段 並且傳染到部分省份 近期感染者數量仍將會增加 上海疫情大爆發後 當局於3月27日宣布全市切塊適封城 自3月28日起 以黃布江為界分區分批實施核酸篩查 第一批 浦東、浦南和旁邊雙輪區域 先開始實施封控 開展核酸篩查 4月1日5點解封 在浦東4月1日解封的同時 浦西地區重點區域繼續實施封控管理 第二批4月1日3點起 按地占式推進 對浦西地區實施封控 開展核酸篩查 4月5日3點解封 按照上海市原本分批封城的方案 4月1日浦東、浦南和旁邊雙輪區域解封 浦西開始封城 但浦東在先前的核酸篩查中發現問題嚴重 進入街溪式管控 而且臨時緊急通知浦東新區36個街鎮全部都不能解封 而特警進入浦東小區 則遭到市民抵制 要求檢查特警核酸證明 4月1日在微信社區發布一則上海官方會議紀錄顯示 上海疫情嚴重 不僅是浦東地區4月1日解封無望 預計浦西地區5日解封似乎都是遙遙無期 其中會議紀錄提到浦東初步篩查情況不妙 上海已經是背水一戰 所有黨員幹部都不要那麼無知了 現在下達的命令都是軍令 叫你去什麼地方做些什麼 你就不可以說不行不去做 好的提拔 不好的直接下綱 以上的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李靖報道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最支持者從新建築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